今天是12月24号平安夜 坐在电视机前的你 会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是庆祝活动呢 尽管受到这个防疫措施的限制 今年的圣诞还是无法像往年那样大肆庆祝 但是随着本地疫情基本受控 国人有望在年底佳节期间欣赏到更多的现场演出 马上随俊威一起走一趟 看看本地艺术家如何借音乐和热情驱散疫情的阴霾 和我们一同欢庆圣诞 是圣诞节却不是寒冬 而是温暖的夏季夜晚 这就是有着新加坡特色的圣诞夜 也是本地三人歌唱组合 Lim De Beng为今年圣诞创作的最新歌曲 圣诞夏夜 我们Lim De Beng的歌曲都是比较注重新加坡的一个味道 一个就是identity 所以就是要让我们的歌曲都有一点新加坡味 因为新加坡没有学 所以我们今年就写了一个很有太阳的感觉的一首歌 就是新加坡永远都是夏天 所以我们怎么在夏天的时候就庆祝圣诞节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特殊的一点 几副本地特色的这首圣诞夏夜 是成员们在疫情期间的创作成果 今年不但自己包办了音乐视频的制作 还希望借此给困于疫情下已经两年的国人 好好打气 因为在去年刚好遇到那个情况 很多很多课不可以开 就很多空余的时间 然后那时候就看到那个NQC有一个那种training fund 然后就说你可以来上课学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蛮好玩的 就是说怎么用手机来剪接那些视频 音乐视频之类的 然后就从那里出类旁通 就从那里玩了两种不同的一个应用软件 然后就用那个软件来为我们自己领币的那些歌曲 来制作那个歌词的音乐 我们的圣诞歌曲《不下雪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轻松然后很直接的一个曲风 然后2020年就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就从家工作 所以我们的歌曲的名字就叫《圣诞在线》 然后它就反映了当时 我们要怎么去庆祝圣诞节呢 只能在线上 到2021年我们的《圣诞下夜》 这个歌曲就让大家感觉到有希望 比较有正能量 然后我们希望去期待更美好的一个2022年 尽管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年的圣诞节依然需要在社交限制措施下庆祝 但是本地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却没有因此受限 甚至还有演出幽默地开启了圣诞老人的玩笑 我们的节目是《圣诞下》 《圣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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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老人不来了 也是宾台艺术中心 在12月期间推出的系列免费音乐演出之一 名为Come Together 当我们同在一起的系列活动 共包含了36个项目 78场免费音乐演出 衷心期待能用音乐扫去疫情的阴霾 为国人的圣诞增添温馨与热情 所以我们觉得音乐是一个全世界能了解的语言 不管你是小朋友还是年长的 也是可以一起享受的一个genre 如果是音乐为主 那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还是什么心情 你来的时候也可以感觉到一些欢乐 还有可以一起欣赏的 我们不只是有流行音乐 也是会有一些传统音乐 好像如果你能来看我们的 《I Kid You Not》的节目 是两个小朋友 他们是玩印度传统打击音乐的 一个是Tabla 一个是Mirdingham 这个是Tabla sound like 这个是Mirdingham 这个是Mirdingham sound like 那如果你是喜欢classical music的话 你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奖励 看一个《The Voices of the Cello》演出 也是都是小朋友 可是他们是专为大提琴的演出 那如果你是想要听多一点音乐 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奖励 我们会有一个文化奖的 Cultural Modeling Awardee Louis Soliano和他的朋友 一起呈现我们最喜欢的圣诞音乐 还有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曲子 如果你还没有想到圣诞期间要做什么 可以来到我们的冰海艺术中心的 《Cronkors》和《Outdoor Theater》 两方面的都是会有演出 今年已经是我们第二年在疫情当中度过圣诞了 虽然生活上难免还是受到一点影响 不过很欣慰的是看到不少人 已经可以很从容正面的心态来度过佳节了 虽然说现在还在这个疫情期间 这个人多的地方尽量不要去 不过你可以尝试用一种 比方说传简讯或者是打通电话 跟大家续换问暖一下 其实也是心意到就很好了 今天的事成有约就播到这 欢迎浏览巴世界新闻网 以及新闻深呼吸的Facebook店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圣诞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